我在高校 借著熱鬧 掩蓋著新疆 邊哭邊笑 偏要說著一個人的喊 我不會讓大家知道 對 但是我還是要講 剛剛一週看不是喔 是朋友 你想可以 我沒有想到那邊去 沒有 我怕人家說好 你看低調不講 所以剛剛想說就不講 其實我能理解 我真的能理解 沒有 因為 第一個 我覺得 還有一個 你要去保護女生 那為什麼呢 因為 不管今天她是誰啊 那如果今天跟她在一起 公開了 如果分手了 她如果是個圈外人 然後分手 她如果去交了另外一個男朋友 可能他們的感情真的不錯 然後後面要結婚了 那如果對方的媽媽說 嗯 你前男友羅志祥呢 就會有些人不知道 或者是誰誰誰會講一些話 不小心又會刺到了 對 那畢竟就是感情嘛 然後如果今天是圈內的 那你也知道一些報道都會拿什麼比一比啊 有沒有 羅志祥跟誰誰比一比啊 誰勝誰勝誰勝 我覺得這個就很無聊 然後女生也會拿來比一比 我覺得這個幹嘛要讓別人來比較這個 愛情是用這個是沒辦法去衡量的嘛 嗯 對 兩個真心在一起 怎麼可以用什麼誰勝幾勝幾勝 來說這個衡量的東西 所以我會選擇這個不講的原因是這個意思 還在高興 害怕回家不知怎麼熬 我記得你有說過說 你如果碰到真正你喜歡的 你其實不會 因為說我現在這樣子 比如說我有事業或有什麼 我有很多要顧忌的東西 你就會放棄 你不會對不對 對 我不會放棄 但是 就是比方說你現在要去選擇 你想要選擇的對象 其實你已經沒什麼資格了 是要讓對方來選擇他願不願意來承受 跟一人交往的壓力 嗯 因為其實跟一人交往他壓力真的蠻大的 那第二個他能不能接受 男朋友常常不在他身邊 嗯嗯嗯 有時候可能半年見一次命啊 都有可能 因為常常要飛來飛去啊什麼的 嗯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的是要很辛苦另外一半 如果真的交了女朋友的話 我一定會在事前先跟他講清楚 嗯嗯 不要到後來才會拿這些事情來當作爭吵的一個工具 嗯嗯嗯 當人群散了 突然覺得我可憐 圈內圈外就也不是一個絕對的要素了 沒有沒有 我覺得都都緣分一到 不管是圈內圈外真的有 有這個機會 當然是想要去爭取啊 嗯嗯嗯嗯 對 愛情來了就要用微笑來迎接他 好 但是我們要說一週刊上面那個並不是真的好不好 一週刊那個真的 他很漂亮但是他很大男人 嗯嗯嗯 他很大辣的 OK 所以你不喜歡大辣的女生了 知道你這樣 沒有 我覺得我喜歡 我不喜歡很堅的女生 嗯嗯 你知道嗎 太堅就比方吃麵好像在薯條 到底裡面有幾條的一樣 那也太誇張了 對 我喜歡就是很大辣的 但是也不要這樣說說說這樣子吧 對 我喜歡大方的 我喜歡大方不著作的女生 嗯嗯嗯嗯 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 你不喜歡大方不著作的 你不喜歡大方不著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